詞曲 李宗盛 市區有不少的行山路線選擇 好像今天平山一樣 上到來不需要一個小時 看日落都不錯 走到上平山 可以望到九龍市景 還可以遠挑飛鵝山和獅子山 上到山頂沿著右面的小路落山 就可以去到佐敦谷公園 平山其實就在九龍灣塞德川的後面 有很多交通工具都可以去得到 今天我們會在地鐵站出口 一直沿著天橋走到這個位置 見到採形框之後 還繼續走過去就對了 這個路線有個偷懶方法 搭電梯就可以20秒去到塞德川平台 閃閃眼就來到山腰位置 我們不需要走樓梯搭電梯就上來了 其實離這個平山 我想估計應該還有半個小時左右的路程 其實應該都很快 繼續走吧 向呂名財小學方向走 過馬路之後繼續向上走 之後走到採雲道海水配水庫 就會見到這條長樓梯和飛鵝山 出發了我不等你了 拜拜 喂 好沉啊 我幫你背了一點 你拿一點 哈哈哈哈 走完長樓梯之後 就會有一條比較平坦的路 走完長樓梯之後 如果你和我一樣都是行山初歌 去到後段就會比較辛苦 走完整條路線之後 我覺得景觀最好的位置 就是第二角的休息站 因為那裡沒有植物遮擋視野 而且有平路 很適合停下看日 對正鹹蛋黃之外 還可以看到黃昏煙霞 這麼漂亮 當然要把握機會拍日落縮時 今次用了GoPro7和iPhone11拍了個半小時 兩部都有內置縮時攝影功能 先看看iPhone11拍出來的縮時日落影片 全條片都很Smooth 就算是在Magic Hour光暗變化大 特別是天空的顏色 畫面出來都很清晰 而GoPro7就用拍照的方式 因為每5秒拍一張照 所以天色環境變化出來 就看起來大些 雖然後製出來的影片不算太順暢 但銳利度就相對高些 今天這個路線我第一次走 我覺得路程其實真的不長 但因為很多部份都要走樓梯 我不做運動 所以我覺得都比較吃力 如果你是平時沒有走開山上 先走一下 試一下的話 可以先走到山腰 不需要走到上頂 因為去到山腰 其實你都可以已經看到 大半個很歪的市景 所以就可以因應自己的體力 去決定你要走到哪個位置 我們會不會太陽 在山腰中 有個什麼 提供的財 用來